我們要買到油電車款 Hybrid的車款 大家會說 就是市場上面的選擇 就是豐田 或者是非豐田的油電系統 但是現在你看 現在連Houndé 他們也有這個油電的系統 以及本田也出了這個Hybrid的系統 他們叫EHEV 那可以說是電油車的形式 我們看到FIT表現非常的優異 大家也期待 接下來這種屬於CUV級距的HRV 也能夠搭載上像FIT這樣子的EHEV 可是怎麼聽到一個壞消息 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聽說HRV不會有那個油電系統 對 目前聽起來的 以我們就是去求證過的一個消息來講 在新世代的HRV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那當然大家體驗過了FIT這套EHEV系統之後 大家也覺得他真的是很省油 動力跟節能 算是兼具的一套這種雙區引擎系統 不過以之後我們接續在HONDA這邊 準備要上市的新世代的HRV 目前是沒有聽說要導入 這套EHEV的這個混合動力系統 還是會以1.5升的自然電氣引擎為主 但是大家其實我覺得也不用太失望 很失望 不能不失望 因為但是其實新世代的HRV 以前的HRV大家可能會比較詬病的是 他可能那時候CRV 他的一些HONDA SENSING那些東西 其實為什麼HRV一直遲遲 用改款的方式 只是改外觀或者是配備等等 一直都沒有把HONDA SENSING這套系統 給導入在HRV之上 那其實之後的 在今年可能第二季末的時候 差不多這個時間 新世代的HRV準備要導入到台灣來了 那他就會把這套HONDA SENSING 給導入到這個HRV的這個車系 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標準配備了 對 當然其實大家可能會在動力系統上面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覺得遺憾的地方 但是我個人覺得 以他現在新世代的車型 因為他是大改款 他在車格方面 其實也有適度的進行一些放大 然後外觀上面你可以看到 不然要頭尾燈等等 其實他都已經是朝向這個老大哥 CRV這邊去看齊了 而且你看外觀上面 其實他還是保有這種 有點像跑旅的設定 比如說他的膝柱可能是鞋背的 然後隱藏式的這個後門的這個把手 其實也還是保留在新世代的這個HRV之上 雖然說大家可能會覺得 動力是稍嫌可惜一點點 但是他以他的一個 整個動力的一個成熟度來講 因為1.5這具運行 其實我們在 大家都很熟悉了 對 大家FIT的一個智能清晰版本 其實大家也熟悉了 不管是在節能的表現上面 甚至他的整個動力的匹配 抄架起來 其實是相對來講親民的 等於說雖然說我想要的是HRV 他畢竟還是一個比較平價的 CUV的車款 那大家可能在一個需求上面的考量點 可能是我要新世代的一個科技 然後動力 動力基本上我夠用就好 然後空間機能可能是家庭族群比較會去care的點 所以他把一些他的一些成本上面 基本上設計上面都把它套用在比較多 廣伴消費者可能會考量到的需求上面 假設今天 如果台灣HONDA這邊他也回應了消費者的需求 他可能也把ECF要導入進來的時候 那他要賣多少錢 對 那要賣多少錢 那他在這個價格上面可能就會跟CRV這個價格 可能會有點重疊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個人覺得他們在不管是法規上面 但是在市場的銷售面上面 可能是原廠這邊都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個人覺得以目前的HRV 他雖然說已經借零這個大愛款的時間了 我覺得還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畢竟他的一些科技性 他的一個經濟的層面來講 他都是非常值得推薦的CUV車款 對啊 你想要兼具荷包 然後你又想要買到大改款的車型的話 的確是如果真的要再加上EHAV的話 可能那個車價會讓人有一點shock到 對 那現在所有的車廠都在朝向電動化來巴展 剛才愛大你有提到說 全球的電動車的市占率已經到達8% 那台灣的消費者呢 台灣消費者對於電動車的接受度如何 我們這邊有一份統計資料 這個是交通部統計處所做的統計 他針對國人購買電動車的意願來去做一個調查 好了 願意的人有51.1% 不願意的人有48.9%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半一半 不過這個前提蠻有趣的 有意願購買 並不代表真的會買 這一點我覺得請觀眾朋友們要詳查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的我覺得這個交通部統計處所做的這個數字 這個統計的就非常有意思 因為他對於這個有意願購買電動車的這個調查呢 其實他羅列了幾個項目 就是說會影響你買電動車的一些整個整個的幾個選項 那當然呢有所謂的健全的充電設施啦 有政府是不是提供購車的補助 還有這個因為電動車可以大幅的降低環境的污染 還有這個改善車子的續航力 會是讓你購買電動車意願能夠強化的地方 或者是增設電動車的專用車位 或是提供這個所謂的停車費的優惠 有這六個項目 那當然要求接受調查的民眾來去給分 怎麼給分呢 3 2 1 總共三個考量 就是第一優先的話 我第一優先會考到什麼項目 就會給三分 最不在意的部分就會給一分 那然後呢你就會發覺 這裡面的統計資料超有意思的 提供這個停車費的優惠 第一個 拿了0.2分 所以是指1.1 也就是說如果有電動車停車優惠免費 那根本就沒有用 對於消費者買電動車意願來講 基本上是等於零啊 所以其實我們常看到這個市面上 有些什麼提供電動車免費停車的 這個機車免費停車 這東西大概都是所謂 車廠操作新聞的一個方式 然後呢讓他的產品有一些曝光度 另外啊 增設電動車專用的車位 也不過只有0.4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電動車 一樣要跟別人搶車位啊 你提供的比例上來說 沒錯 甚至基本上不足以支撐這些電動車 最後我還是要去停別的車位 所以這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優惠 沒有感覺啦 沒有任何的這個誘惑力啦 來 改善車輛的續航力佔0.9分 所以我才說啊 每次大家都在講說 這台車要有續航幾百里程 我才會考慮要買 可是真正調查出來的數字啊 幾百續航公里幾百里程 對我來說 我一天就開50公里80公里 你那個續航給我300 跟給我200 跟給我800 對我來說是一樣的 反而是什麼呢 反而是如果可以給我健全的充電設施啊 是被列為這一次大家影響度最高的 拿到1.8分喔 也就是說 大家對於購買電動車的意願有 可是呢在意什麼 在意我是不是能夠到處充電 隨時充電喔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大家是不是對於買電動車叫做 口閒體正值 我覺得這有帶上去 因為其實我舉一個例子喔 我有一個這個露營的朋友叫做露友喔 他說那一年呢 他們大家很潮的都開了電動車 然後約了這個說電動車的露營啊 結果他帶了他的兒子上山去露營 大家要搶一個充電嗎 還要維持電力要能夠回家對不對 結果他兒子到了現場之後呢 就把手給摔壞了 就把手給摔壞了 為什麼 要送醫院啦 可是沒有一台電動車的里程夠 讓他送醫院 因為大家要來就充電 哎呀天啊 拜託引主可不可以開車來載 嗯 引主也說沒辦法 最後也只能叫救護車慢慢的吐上山 再把他兒子給帶下山 所以這個是實際上凸顯的 為什麼在健全的充電設施上面 可以拿到1.8分 是消費者最在意的一個這個項目 說真的 一台電動車的續航里程 即便他是300還是800 其實我對於我覺得對於一般都會的使用者 就是對於台灣的消費者而言 台灣消費者不像譬如說 像我弟弟在美國啊 那他們這個上班 每天開車起碼要開一個小時 對 所以他里程非常的長 當然他需要的是電動車里程 可能就是要400500以上 沒錯 那在台灣呢 給你300公里讓你使用 其實是綽綽有餘的 因為上下班的使用情境上都是足夠的 那麼目的地的充電 假期的規劃的充電 是不是能夠擁有健全的充電測試 才是台灣消費者最在意的事